有几位朋友一直在说点播 点播说让我说国泰航空这事 这事他也都知道 我没有太气看 国泰航空有几个空姐在后边聊天 说那个人要那毯子 他不会说英文毯子怎么说 如果不会说英文的话 那就拿不着毯子 这事出来以后 我大致看了看是这意思 然后这几个空姐就被开除了 国内包括人民日报 什么就开始大肆的在批判这件事 这些事情都干完以后 然后各路人马开始讨论 甚至于我看到有一个比较离谱的讨论是什么 讨论到1954年了 可能各位不太知道 1954年的时候 国泰航空曾经有过一次空难 是人为造成的 是当时的解放军的空军 两架飞机把国泰航空的航班给打下来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会儿好像是说要跟台湾那会儿动动手 什么的呀 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呢 然后就国泰航空是从曼谷飞香港还是什么的飞机 然后就被解放军的空军给两架飞机给打下来 好像是空中霸王吧 那个型号我不太知道 十人死亡 八人受伤 这个可能是对的 后来是美国人出手给救了 本来是说让香港人救 香港英军救 但是香港英军的水平还不太够 你想想看 那基本算是团练的水准 差不多驻港的英军 然后装备不太行 风量又大 然后美军伸手给救了 那大概是这么回事 就是讨论到五四年的这个国仇家恨 就算不上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旧怨 我觉得这事就已经超出了关于这事件本身的一个讨论 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来说 我个人生活在一个全世界应该来说歧视最严重的地方 日本的京都 日本京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地儿 就是说他你来了 这也是一个旅游城市 对吧 但是京都本地人是一个特别特别 怎么说呢 牛逼的性格 他是歧视所有人 对 歧视所有人 就是不是歧视你中国人 甚至于也不是歧视你大陆人 那他是包括美国人在内 包括英国人在内 就是所有全世界所有地方 甚至于包括日本其他地方的人 他都歧视你 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方 说那个叫歧视最严重的吧 大概呢 应该是日本的京都 就我个人认为是日本京都 毫无疑问的就是 但是他也很公平 就是没有不歧视 全歧视 所以在这生活呢 你要说感到种族歧视 或者说其他任何的歧视呢 实际上 我当时也没感觉到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懂礼貌 他最多阴阳你 他不会说起来 说直接骂 说你傻逼啊什么的 说你比如说 你是乡下人 你是外地人 他不会这么说 人家说话到时候都很文响 但是呢 如果你对日语的了解足够多 而且对于京都人的性格 了解足够多呢 你可以在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呢 可以感受到 但是一般人感受不到啊 这个没那么敏感嘛 对吧 你像我这样皮涛肉厚 神经没收 那个强大到几乎坏死的程度 那你肯定是说 你感觉不到 因为平时 你也不跟他们去深度的来往啊 你买个饭啊 或者是这个买个菜啊 然后呢 或者去喝一杯啊 人家也不说啥 服务的一样是还是很热情 甚至于有时候呢 你说比那个商业城市 那大阪那块呢 还是热情 还是还更热情一点 而服务的更周到一点 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老地方的人呢 他多少而言啊 是有一点这个自己的修养 自己这种修养 其实是一个 即使看不起你 但是我依然做好我本职工作的某种修养 那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后来呢 就是有好多朋友在讨论国泰航空这事的时候呢 就拿出日本航空来做比较 包括像温哥呀 就东京温哥 那一个很棒的一个哥们 然后呢 那他很温和 而且呢 是言之有物的一个人 我个人建议 我不知道他有个人有没有频道啊 反正推特上有 他有推特 可以各位关注一下 是一个 我相当 相当 相当喜欢的一个 没见过面的网友 那他呢 属于这种 就是 就是拿日本航空啊 跟这个 跟这个国泰航空比 我就想 我说 哎呀 我说温哥 这个这么多年 可能也是因为在日本年都是太多了 你拿日本航空 跟这个航空 跟其他航空公司比 这就 这不可能的嘛 对吧 日本的服务业 基本上来讲是天花板 就全球的天花板 而且是挑高九米那种 所以呢 你跟他比 这个 这个 你没法比 有人就说了 说那个新 那个像新加坡呀 航空也不错呀 然后这个阿联酋航空也不错呀 迪拜航空也挺好的呀 这是这样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就是服务这件事情啊 它分两种 一种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要服务你 我觉得让你过得特别好 这个让你给你各种便利 从这个各种小节方面都在意 一点一点去给你服务 这个和那种说 我严格按照规程 然后嘴笑到几分 漏四颗 四颗门牙 然后呢 然后如何如何 每一个 每一个规定都做好了 这是完全两回事 日本人的服务是在牛逼在哪呢 咱说的整体啊 咱不 咱不谈个例啊 个例咱没法去谈 那整体来讲 它是说你这块虽然有一个服务规定 我做到了 我就算是做得很好的 那它不是这么干的 它干的是说 你这个服务规定上没有 我还是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你能够得到一个更良好的服务环境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东西 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你跟我说什么新加坡啊 然后这个阿联酋啊 什么迪拜啊 这些这些所谓的这些好的航空公司 应该有 我忘了啊 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迪拜 因为我这个做没在 我不太敢坐这个阿拉伯这边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跟几乎 我知道挺好的 我知道挺好的 但是就个人爱好 个人爱好啊 就是说呢 那你就没有 你跟他们这种是完全不一样 这硬件条件跟软件条件 跟发自内心的这种服务意识 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 如果各位呢 就是说 我知道有我 我的观众很多在日本生活 你们可以再比较一下 这就是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 这个也就是说 这种硬的硬件以及软件之间的差异 这个是你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所以各位这点要知道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你说起国态这个事情来 就是跟 当然跟大家先聊的也是这个 呃 因为我也做过国态 可能呢 确实也没有说遭到过任何冷遇 我说了 我前提说了 我这人是一个叫做 呃 就是神经末梢强大到几乎坏死那种人 就是完全没 没感觉 就是完全没感觉 那但是呢 你说他如果说这个东西被录以来算不算一种歧视呢 肯定又算一种歧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我不觉得说呃 说这个玩意儿他就不叫歧视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 首先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呢 歧视呢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在比较比较温和的用法 不那么表现出来的 叫做刻板印象 是从刻板印象出发 然后再变成了歧视 在那个歧视之前 是有一个前置动作的 前置动作呢 就是叫刻板印象 那刻板印象呢 是怎么说呢 从我原来跟大家说过这件事情 就是是一种叫做 呃 减低自己筛选成本的一种 一种模式 一种行为模式 您您比如说吧 就是说呃 哪儿的这个刻板印象 就是特别严重呢 呃 奢侈品变 我举一例子啊 奢侈品变 就是说呀 你你去奢侈品变 和受到的服务 跟那个阿拉伯王子去的 这个奢侈品 奢侈品变 接受到的服务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有差别的 可能各位觉得说 我去了 你没见过而已 真的 你从一个人走进去 他的言谈举止 他的穿着打扮 他就能够在人 在售卖者的眼里 比如你叫导购也好 叫什么 他有一个分级 这种分级是 这种分级是所有人 所有在做这行的人 都要学会的 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对吧 我去卖一个 我就有自己的绩效 我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可以拿到钱 或者是说 我能够让自己 那个今天有业绩 那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分级呢 他就会直接看 首先看种族 对吧 那第二个 看他的平时 这个穿着 第三个看银滩举止 他 您比如说 您去 你像我要是去一家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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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表 是 不是百大斐力 是僵尸单顿 我去僵尸单顿专卖店 夸击我进去了 我穿一身什么呢 我穿一 优衣裤进去 你自己想想这景象 你当然了 有人说 那有钱人才能 才能穿 才能穿那个什么 废话 有钱人也不去那表店买表 人家都是人家送上门的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这种 你进去 肯定你得到 肯定也会得到服务 但是呢 他就不会说 像那样的 特别 关注你的服务 因为 那样的 就是你穿得更好一点的 这种人 比如穿一身 上面印满logo的 然后加一皮包的 中式大款 你进去 肯定现在服务就特别好 那个完全不一样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 这种刻板印象 是一直存在的 在各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筛选成本的问题 这种刻板印象 到了社会阶层 社会层面上 这是服务业 到社会整体意识上之后 就会延展到一个 叫做歧视的东西上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看 在中国也是 对吧 你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在北京 那你一说就是外地人 外地人呢 就肯定要说了 说外地人都从事 低端行 很多人都从事低端行业 其实这并不是事实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白领 外地流经的白领 在这边生活 上海也是 白丸 硬盘 这些侮辱性的词汇 那像 那个谁 那个像 像 香港 香港说北老 表叔 对吧 你们这个也都是 什么大圈仔 这个也都是一种歧视 他从一直以来的 刻板印象当中出发 然后呢 形成了某种 心理上的优势 他进行了这种歧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像国泰这个事情 说实话 就是被录下来了 你要是说 你要是说这个 你要是说不录下来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这个我们在 我们在国内生活了这么多年 对吧 我们一直以来所遭受的这种歧视 都是很 你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为什么说 国泰这事 你就会 就很多人 像这样的歧视 他就会 一下就爆发了呢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那首先呢 从这个国泰这边来讲 因为这些年呢 一直来说呢 从香港所谓回归之后 香港人的这个 对大陆人的各种观感呢 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下降曲线的 那原来呢 就是说 大家这个叫什么 血浓于水吧 甭管怎么样 都是同胞 能即使是说我带这种优越感 优越感看你 但是呢 依然是认可这件事情的 那自打这个中共真正意义上的 尤其是 尤其是咱圣上这些年 把香港从 从名义上收回到实质上收回 那对香港人的这个 这种心理的这种冲击与落差 其实是相当大的 而且呢 大量的这个游客涌入到香港 那这些 这些游客们 其实并没有 就是他们只是挣了钱了 并没有真正学会一种 就是说 嗯 城市的 现代的文明的生活 对此来讲呢 很多人是不习惯的 甚至于像日本也是如此 就是对大陆的很多游客 他是有一个嫌弃感的 当然你有钱嘛 那这挣钱没毛病 只不过呢 香港这边呢 一直以来啊 对于服务呢 就没有太在意 我个人也经常去香港 就是在在以前吧 以前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好吃啊 去香港去吃啊 去见朋友去玩 那我接受的服务呢 就是有一回就跟香港 就是林聪 林聪先生 林聪就是写那个一步一如来啊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畅销书的 这位 然后林聪先生呢 也聊起来过这事 林聪先生说 哎呀 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我去也是一样 他是他是一直土生土长 就是从香港出生的嘛 然后呢 那个马来的华侨 然后回到香港 然后在这边出生 那他去也一样 香港服务业就这个德行 没办法的事情 那这个这个是原本就差一切 然后呢 等他整体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固有的印象 就发现中国大陆去的人 就是呃 虽然是看着很有钱 但是更粗鲁 那就是觉得 肯定觉得心理上不舒服嘛 对吧 这是这是一个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你觉得说 这个大陆这一边呢 为什么觉得 如此的这个耻辱啊 羞辱啊 是一个呢 是有原本呢 都是一种叫做 呃 语言上的在描述 对吧 那现在呢 变成一个有事有事实 有有这个视频音频的 这个证据在这 那肯定来说 这有证据比没证据 所引发的这个 引发的这个叫呃 怒潮的要大一些 二一个呢 就是说呢 呃 其实大陆呢 也很讨厌香港 越来越讨厌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那种 自由的法治的环境 以及他们对大陆的 很多东西的不在意 顺便加上 原来大陆一般说什么 港灿呢 对吧 那会儿大陆对香港 台湾也这都呀 要不你是港灿 要不你是 你是弯弯 对吧 你是台湾 都是这么说话的 那他们对这个 就是说 你们不就有俩臭钱吗 对吧 原来我们现在也有钱了 那你现在还不跟 还不给老爷 还不给老爷跪着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所以呢 互相之间呢 就都瞧不过来 尤其是啊 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有这个官媒下场呢 进行推波助澜 就是我们大陆这帮这些人呢 就是说甭管是从 甭管是你是在海外 还是说你在大陆 你会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从来在自己应该最不受歧视的地方 那往往天天所看到的都是歧视 各种各样的歧视 但是呢 只要是到外边就敏感的不行 就原来你本来是都已经被 都已经被他们都是一一一 这全全身都是剪子了 哎都是这 然后呢 不知道怎么一到外边 这稍微有一点这个 呃去聊 那马上就敏感的不行 所以这个官方呢 又对这个香港这块 不断的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污名化 那这件事情一推波助澜 快记 那这事就爆了 对吧 那至于说这件事情 你说定性肯定是歧视 这毫无疑问的事情啊 那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文的坦子怎么拼呢 对吧 你让我现在直接拼出来 哎 卧槽 B-L-O-C-K-E-T 是是是是这么拼 是是这几个的 是这几个是几个字母 我都点忘了啊 呃 就是说 你看你看像你也一样啊 对吧 我这个肯定是肯定是某种程度上的歧视 但是呢 它背后有非常深刻的 包括社会的原因 包括这个 包括政治的原因 那它单纯的讲这种歧视 其实是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对其他地方的人 或者某些事情 有刻板印象 进而上升到某种意义上的歧视 其实我也是如此啊 你比如说 我一直就是有一刻板印象 就是呃 小粉区们都他妈穷逼 那这个刻板印象 当然肯定有例外嘛 对不对 也有也有 也有也有 也有挣了钱的坏逼嘛 那但是呢 他一样都归在小粉红里面去 或者是老粉红里面去 可是呢 这个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这种歧 这种这种 呃 这种资产 或者是说什么这样的歧视 呃 还是有的 我也我也一样会有 这个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说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事件当中 应该去怎么评价这事 就是说呢 我觉得吧 声讨几个 说实话啊 不定怎么心里是 扭着劲的这个空姐 其实没啥意义 我倒宁愿呢 去自己去 呃 反观自身 就是说我尽量的能够说 呃 把原本的这些 自我的自我的这种 呃 刻板 自己的这种刻板印象 以及表现在外在的这一些 呃 可能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歧视 要去掉 这狼奶嘛 就是于杰 于杰老师呢 他其中说的最最精辟的一段话啊 而其他的话就不说了 就是说我们这帮人要不断的在吐这个狼奶 这个狼奶 我们很难能够完全吐净 我倒宁愿呢 就是说尽量的让自己能够以后像一个京都人一样 就是说呢 我坚决的不会说就是我哪怕心里特别歧视你 对吧 我去歧视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是我不表现出来 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可能可能多人觉得说这个你这个说的有点那过分了 这个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的 你们肯定是有一个歧视链的 没有人没有 我见过无数的人 多好人我都见过 他哪怕是非常非常礼貌 非常非常那个非常文雅的这些人 那除非是极少数的那些类似于圣人的人之外呢 其他的人基本都有这点 都有那么点这个所谓的这个歧视啊 刻板印象啊这种这种话 这种这种心理 如果我们反观自身能够把这个东西尽量的去除掉一些 就已经最好了 或者是至少像京都人一样 就是我全世界所有人我都瞧不起 但是呢 我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种礼貌 这种这种文明啊 很多时候啊 是论记不论心的 在这种对对外的待人接物上 是论记不论心的 他未必说他自己心里是这么想 但是文明恰恰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好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几句